MING PAO TORON 林兆樂,我很喜歡出席一些飯局 因為飯局裡面有趣的人 你就會聽到很多話 說話說上禮拜有個飯局 通常都是有錢人的飯局 不是,絕對沒有 我們香港是這樣的 小巴也是一個飯局 不同阶层的人有自己的犯局 我们这些犯局叫做文化人犯局 喜欢说话 假扮文化人的犯局 现在正在说政府的政改方案 通过不通过 有一半的人说一定通过不了 你看看现在一步不让怎样通过 有一半的人说通过了 我是属于通过了的方法 我们这些看得气多 所以知道应该差不多 我老婆问 继续会怎么发展 十分钟烂尾收场 到现在十分钟都要搞到这样 一定烂尾收场 我们看得气多 会知道那些情节上大概去到哪 事实上我有一个才能 我有一个才能 我看电视剧 我看到第一集 我都猜到最后是怎样 我无线剧集要猜一点 我已经猜到凶手是谁 这次政改方案 由我上个星期到现在一个星期后 我觉得 情势已经越来越倾向我的股法 我觉得已经通过了 为什么民主党就继续在争取很困难 是不是 这件事其实是符合 所谓已通过了这个说法 为什么呢 越是困难 越是惊激重重的时候 到最后所让的那一步 才是你会在某个程度上 觉得获得珍贵 这件事在谈判桌上 我为什么说通过了呢 如果这样说 可能会得罪了一些人 但事实上我是这样看的 就是怎样呢 今次中央政府派出这个中联办 和这些普选联 去开会 诸如此类 绝对不是偶然 这次阿爷出手 所以就已经显示出 这次阿爷是想通过 跟2005年的时候很不同 2005年我甚至觉得 是故意不通过的 我以为是故意 如果阿爷想通过就会通过 2005年也是 如果他想通过就2005年通过 或者那时候他低估了形势 以为民建联够支持 那时候真的想着 请吃饭都吃了这么多餐 就好像有个会友那位阿妈说 那时候还可以在家里养鸡 年28年回去养住 到年初一要 初二想通过的时候 那位阿妈说 阿鸡阿鸡 我为了你这么多餐 而你请我吃饭的餐都不行 那时候你真的跟他说 那时候你真的不请他 成为以后子 那时候通过不了 我就不这样看 2005年是阿爷不想通过 所以就通过不了 这次你看到形势 2010年阿爷想通过 所以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 尽量是困难困难困难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通过 因为这么困难 才可以令到普选联有一个下台阶 最后 下台阶是什么呢 我放一些东西给你的时候 然后普选联打出来 我们争取到了 即是好像那些区议员 区议员经常说 我们成功争取到 就有人挑选了 老友是不是你争取的 其实是比利 一早就预计了比利 事实上在谈判卓 今次这个谈判卓上面 也是 特别是五区公投之后 阿爷所获得的讯息就更加强 所以 和香港政府的里应外合 叫大家一起 去争取香港的温和派 又不要阴谋论 因为我问了一个人 他又说了 我们当时不是常常有一个问题 为何在保选 我们政治正确一点 在保选的情况之前 就提出了这个方案 那个路线图给大家看 因为原来你不行的 一定要在休会前 即是立法局休会前 要通过了这个方案 到九月份再开会的时候 才可以再谈如何周行 但如果你在暑假之前 搞不定 去到九月再谈 就去到等多少 现在2011那时候才通过 老友 所以说太迟了 所以现在就逼着在禁 明知你 因为 保选是突然发生的 在他估计之外 所以这个版本我觉得信得过 但我又觉得 五区公投的结果 是给了一些讯号 令到中联办是更加活跃的 之后是更加活跃的 是之后才见普選联 其实他一早就知道了 即是他不预计 这个保选出现 即是他不预计 那只棋 那只局是怎样走的 其实你的出现 令到他更有信心走下去 结果更有信心 你们都看到 现在大家都在同一口径 所说的说法 全部是为了要 争取香港的所谓 温和民主派 温和的市民 于是你现在最近 无论在电视机 或者他们去学校所说的 全部都是 大家理性一点 大家温和一点 激进没有好处 然后又告诉你 大声不是代表你有道理的 这些所有的说法 都显示出 他们是很有策略 但是我想 说回来 为什么说通过了 其实就是 一开始所说的 就是种种迹象都显示出 中央政府是想今次通过 他想不代表你行的 你都要等到 他想就行的 他想就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民主派里面 现在是欠三票 现在你看看电视 即是泛民里面欠三票 你看看 其实你看看电视机 大家的口径开始松了 譬如说 包括梁爱思 谭慧珠那边又松下口 然后泛民派里面的冯检姬 那些什么张文光又松下口 所以这些松下松下 这些迹象就显示出 就是已经通过了 其实大家看那张照片 都知道张文光松的了 他有中联派的样子 就把头发出来笑着 不然知道 嗯 肯定有些东西的 所以我们的估计就是 不是说将会通过 是通过了 是通过了 下水 1,2,2,3,2,3,2,3,6,1 突过了